今天我們要來拍這個破碎的角色 那先開啟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把我的照片選取 數字 然後再拷貝一個圖程 然後一致貼上一道角落 然後再拷貝 用快速的檔案去更衣 所以用快速的去更衣 所以用緊把空的地方 然後按右鍵翻轉選取 然後就可以完成 然後Ctrl加D先進去 接下來我們要 複製一張圖程 然後按Ctrl加D 把照片放大 然後不需要怕變形 多大都沒有關係 按Enter 然後在這張照片上 按Auto 然後增加就隨便按左鍵 它就在後面 它就是黑色的 在這裡呢 直接按左鍵 然後在這之前 我們還要再做一個 新的東西 就是開一個新的檔案 然後這裡 日記 像素 網線銅板 選特殊點 確定再一次濾鏡 然後像素 解晶化 單元隔大小十 然後在這裡選一區 隨便一個地方 分佈比較均勻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加C 加B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上掉了 那邊的尺寸 像尺寸 把它重新裁切 先把 修剪 要按修剪 要按修剪 這個三遍 把透明的像素修剪掉 然後在這裡 編輯 這裡 定義筆刷域修剪 然後把它加入到筆刷裡面 然後 回到這個地方 這裡的遮瑟片是白色 那你就要用黑色的筆刷 筆刷 筆刷是用剛剛選的 這個 很像破碎的東西的筆刷 然後對它點的轉件 它就會 變成白色的 然後沿著邊緣這樣 然後你就會有破碎的效果 按注意要用點擊的 不要滑動 然後你也可以調整 比方的大小 然後可以再大一點 然後在另一邊呢 用黑色的這些 變成白色的筆刷 然後做一種動作 它就會把 剛剛的明星 新鮮出來 破碎的形式 新鮮出來 OK 然後換一聲 小一點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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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呢 再把 底部 背景這個地方 加 一個 鍵層 鍵層 按住Shift 先選 黑根板 按住Shift 可以讓線編織 它會很快 這樣子 這樣子就有一種 後面拖絕的效果 好 我們今天就等會到這裡